一群人气明星来到泰国,伴着美丽的热爱海岛风情,自己自足做着中餐馆的生意,这就是湖南卫视新出的慢综艺中餐厅的情节。 说来这个节目收视率还不错,在周六晚的综艺节目中连续收视率登顶,成功霸评,不过叫小编说,中餐厅的火爆离不开一个人,那就是暖男张亮。 张亮不只会作伴,能干活,而且累惨了还不抱怨,幽默会讲冷笑话,完全是新世纪好男人,自己做的一手好菜,还耐心教别人做的一手好菜。 比如在猛一期中餐厅里,他教周冬雨做菜的时候,周冬雨看到冒烟的三文鱼惊呼,怎么冒鲜了,他耐心解释是不是冒烟,只是凉而已,还告诉他别慌,真是暖到不行啊。 不过,不要以为暖男就不会对人了,张亮对起周冬雨来自己都害怕,周冬雨让张亮教他厨艺,张亮说, 本来我这手艺传男不传女,再看你是个小汉子就叫你了,没想到周冬雨还点点头表示同意,求周冬雨此时的心理经营面积,和周冬雨一起走着,都不忘对周冬雨,太瘦了,放块石头在兜里,要不被吹跑了。 周冬雨,几个人一起骑车出门,张亮说周冬雨戴的头盔太丑了,拉低了队里的颜值,让黄牙换一个头盔。 哈哈,张亮可能被黄晓明传染了,对人的功力打涨,其实对周冬雨大家都已经习惯了,可是张亮连自己儿子天天都对,这小编可受不了了。 周冬雨和张亮一起坐着聊天,小黄牙要看张亮的女儿,张亮就开始了花式秀女模式,而周冬雨要看天天照片时,张亮找了半天回了一句,她找一会儿,然后找了半天还只找到一个背影照。 周冬雨,小编,同情天天,天天可能是张亮错话费送的,不过自笑的张亮还是对女儿儿子一事同源的了,还手把手交天天写字,父子俩也是相当有爱了,话说天天真是遗传基因强大,这么小就能看出来腿非常长。 气,这也很好,小编真是不知道该羡慕张亮有这么个儿子,还是羡慕天天有这么个老爸呀。